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 宣德 青花 禅枝 四季化绘文 水柱 有些地方称为植湖 其实应该称作水柱比较准确 因为植湖是另外我将来会介绍 这是一种水柱 为什么称这件事重器 因为你不管是在国际大拍 像这样的一个瓷器 它都是自属于页面 就是它的涂漏页面的瓷器 每一次都是主打的项目 最起码在前一二名 不是页面就是风底 那在各大服务馆 在重要的展览 尤其是永轩瓷器展览 必须要见到在这一类瓷器 就很重要 甚至于在江西景德镇 江西景德镇的出土的 所谓的永乐的官窑器里面 这也是属于名品的 它经过复原之后 每次展出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也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永乐也好 宣德也好 永乐跟宣德都有这一款 它差别在哪里 主要就是底部 宣德还有大明宣德年制 双圈的一个清花款 永乐的是部落款 再者细部要讲解 永乐跟宣德的差异 可能就是它手把的地方 永乐的手把稍稍高一点 而稍稍带一些弧度 宣德的稍微比较硬一点 它那个角度转折比较硬一点 仅此而已 大小 规格 有都差不多 所以各位想到 不管是永乐也好 宣德也好 都有这样的一个瓷器 而且都是重器 这当初是在 摆在宫里面 在皇宫里面 橙色器 除了橙色器之外 它还是在国宴里面的用器 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我曾经在20年前 很迷恋这个造型 因为参观了博物馆 还读到一些文献之后 因为我喜欢他那种线条 站在那边就像个君子的人一样 一个稳当的 一个玉树林临峰的君子 支挺挺的 支挺挺之中 他那个手把又围带一点点弧度 他那个流口的地方 上面是平直 代表执政不弱 下半部还有 下半部又有弧度 代表这个人就是一个 在孔老父子那年代的 就是一个君子 所以刚正不恶之外 他还有什么 带有人性 是带有温度 那我感觉 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只有在永乐他才能创造这样的一个瓷器 为什么 因为永乐是寻丝绸之路 寻扬国威 寻扬国威是一回事 他另外还是做生意 永乐很会赚钱的 他帮中国的 最有名中国的丝绸 跟中国的瓷器 外销到欧洲 从中亚一路 还有这个水路从南洋这一带 从南海一路推进 所以就是现在讲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这个赚大钱 那丝绸那时候是全世界就中国领域 中国丝绸有名 你看我们现在考古出土的 汉朝的那丝织品 又轻 做得又漂亮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以现在的工艺来说 它那个纺织的那个密度 那个强度 两千年前就已经吓死人了 丝绸 另外瓷器 中国人发明的瓷器 赚了欧洲人 赚了外国人 赚了外国人 独领风烧了一千年 一千年之后 外国人才开始做 跟上我们的脚步 所以在这一千年里面 我们是独占事业 多赚钱 我举个例来讲 那时候一件像样的瓷器 消东南亚不讲的生活用气比较多 消欧洲的都是贵族 皇室在用 消欧洲的高级瓷器来说 这么一件瓷器啊 当时的在明初的时候 一件瓷器要十几两银子 十几两银子 是我们姚公啊 姚公 姚公一定还赚不了十几两银子 所以那时候也是蛮讽刺的 我们看到现在拍电影 什么刚果 那什么雪钻石啊 跟那时候 你看那个姚公 它天天生产这样的瓷器啊 当然有些是官养物厂 它才能够生产这么高品质的 一般的 就是说可能民用的瓷器啊 概括的来讲 它一年赚的鞋 还不够买一件瓷器的 可是它每天 它生产多少瓷器啊 它才能够交差啊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自古以来啊 具有这种不平的 不过姚公 他自己甘之如鱼啊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这种匠人的精神 他不是因为他拿了钱少 他就给你脱工减掉 他一样做得这么美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 尤其这种匠人精神 还要再发扬 我先把这件瓷器 名称定一样 明 永乐 青花 水柱 这是简单的想法 细部一点讲的 明永乐 青花 蚕之 以这边主体纹是 腹部主体纹是 蚕之四季花卉纹 水柱 它的 这盖子 各位晓得 我们出土的 跟一般在外面 大拍 国际大拍卖的 多半都是没有盖啊 我这件是有盖的 我小心把它拿掉 因为这个盖子太珍贵 各位晓得 有盖没盖 一般在行里面的讲话是这样 因为六百年的东西 有盖子很难得啊 你看那个连那个 清宫旧常的 所谓 固执编号的下来的 它的盖子很多都是 明朝的慈祭 都是清朝 到了乾隆啊 到了雍正后配的盖 它有原配的盖子 很难得 所以有盖没盖 差一半 价钱是差一半 你看一个小盖子 价钱差一半的 当然钱是身外之物 我们主要是谈这些器物 我过去就是迷恋 它这样的一个造型 它是怎样呢 一个 封存 就是它的口部啊 稍微有些厚度 然后 长直颈 直颈 长直颈 然后 然后溜肩 风肩 溜肩 直直到这里 然后收腹 腹部它有收费 所以它在线条之美 外面我跟各位讲 房品啊 多半来说收不进去 各位想想 你 房品 它就每次都拜在这边 肩 溜肩的地方 到收腹的地方 收腹下来的地方 它再出来一点点 它到了进步之后 还会再外突一点 但外突的比例就没有肩部来得这么丰满 它的收放之间 这就是学问啊 这就是真伪辨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气形 后面下面是圈竹 圈竹 圈竹下面 当然我不希望给各位看 因为我们总是要保留一点 那下面这是什么 虽然是没有款 但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白柚底 白柚底圈竹 它有漏火石红 有漏火石红 从它的整体的这样造型看起来 它的手把的部分 像个飘带一样 宽宽的飘带 很漂亮很美 这造型非常难做 然后它的根部 它的两头都是成如意云头纹 如意云头 然后流口部 这边是成个葫芦状 葫芦状的流口 各位看 忘了打灯 看这么漂亮的瓷器 青花瓷器 灯一灯光效果一打上去 那种美 无与伦比 我再把盖子小心地放回去 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它有多美 它的那个青花发色 青花发色 都是花 它的这个颈部这边的花 然后颈部的纹饰是什么 是回纹 福寿万代 的回纹 然后直颈下来 这边是一道 伯根的地方是一道什么 一道卷草纹 卷草纹下面 转到溜尖的地方是什么 一道连半文 连半文在下面就是主体纹饰了 所谓的世纪花味 就是一年世纪 这所谓的世纪花味 就一年世纪 虽然是没有定式 但一般来说 都是不离开这个莲花啦 牡丹啦 茶花 还有那个 茶花 菊花 或者是 或者是 勺药 这四季 四季的花卉 在圈竹外面是一群人 也是卷草纹 这个看起来就是 它有放 有时候 它有这种景 它这种景物 让你出演 我们讲 就像我们看一个风水 去哪里看 其实风水也就是风景 其实我以后有些人跟各位 因为风水就是风景 我们去欣赏一个风景 一个风水 或者看一个人 人像 我们都强调这种 触言有情 看上去要有那种 演员 触言有情 像这样的一件重情 就是触言有情 看上去就是舒服 它是线条的收缝 然后轮廓线 轮廓线 都叫做黄金比例 然后青花发射 农淡适中 农淡适中 它该有运散的地方 有运散 不该有运散的地方 它又有 它又有那种 放中又有收 给各位看看 我小心地转 转半圈 不要转一圈 小心 因为我怕它这个盖子 我还是小心 还是把它拿下来 然后摆近 给各位再瞧一下 这真的是重气 这一般这是在博物馆 才看得到 而且博物馆 多半是没盖子 它有盖 即便有盖子 它是厚配的多 给各位照一下 其实它这个 从蚕枝的四季花卉 它还是很丰富的 它除了四季花卉 它还有什么 各位能不能看得出来 像这是什么 葵花 连葵花 葵文都有 葵花去年不是一个 陈画的一个葵花的碗 拍了好几千万 一个小小的碗 其实葵花不是从陈画才有的 从永乐就有在用 我另外有这个葵花 葵花的这个玉湖春品 下次也介绍给各位 你看这边是有 所以这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 还是给它小心的归到定位 永乐 永乐瓷器 它是迷人之处 就是在这里 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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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尤其他的这个青花词 看起来就让一眼它就能够到位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就像我们唱歌那个青花词一样 自然就让人家朗朗散烤 这种才是真正的宝 真正的宝 只有在永乐 他透过一带路 失路 他把中国的国威 中国的商品 推销到外 把西方的一些东西 包括这个青料 苏玛丽青 苏玛丽青带过来 而且把西亚那边的 所谓的这个金银器 那边的金银器手艺非常 金银器也带着黄宫铃 带着黄宫铃 然后那边永乐就要求 他的官邀厂 就比照这个模式 用瓷器去仿金银器 就瓷器现在做的仿的金银器 比金银器还要做的漂亮 而且他用的这个文饰 他器型仿金银器 中西文化 东西文化的一种碰撞 碰撞之下 在历史上六百年前 那时候发酵 所产生出来这样的艺术结晶 所以这东西你学都学不来 这是文化 而且那是在国力的强盛之下 那时候永乐大爷 他说了算 他说了算 但这个人他不蛮憨 他也能够尊重别人的文化 尊重义族的文化 他的格局就比他的职儿被他推翻的建文帝要大多了 建文帝上台还没坐稳的叫萧帆 叫修理别人 他这不一样 这有永乐还是有那种家庭家 大家有福大家享 有好的文化 大家互相结合 能够更提升 所以现在永乐仿经营器出来的 我们中国的官邀瓷器 在国际拍卖场上 比真正也是古董 不是现在 也真正的古董的经营器 同一个年代的经营器 卖的价钱还高很多倍 为什么 这就是永乐厉害的地方 所以一个能够有雄才大略的人 他表现的 除了在他的军事武力上 很重要的地方 是在他的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北故宫 前一阵展览 那个适于心的这个展览 就他引用那个永乐的一句名言 结束仪然 他形容他的瓷器 永乐时代的瓷器 田白柚或者青花 结束仪然 盛世于心 他那个题目就叫做 展览题目叫做盛世于心 高明 因为我经常帮别人取名字 帮了小朋友年轻后来 取名字 数百位了 要编组起来的话 是不是 一个 好大一支部队了 开盘下来 他这个名称永乐好 适于心 就是要展现一个心胸跟格局 当然有心胸跟格局 你还有脑子呢 所以永乐他真正厉害的地方 不是在他的武力 而是在他有脑子 有脑子还要他有这个心 所以适于心的展览 那是把永乐 把推到一个真正雄才大略的一个 算是一个国际级的人物 他不是一个纯中国local的 因为从明朝 本来做一张红武时期还是海静的 但他那边一下子跟搞了这个七下西洋 全世界最大的舰队 马上就是搞成一个地球村 马上就是搞成 就现在的一带一路 马上国际化 他的国际战略格局 马上就形成 这种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 我们今天 讲到了永乐时期 难免就对永乐 就多一点赞美 他的真正 令人赞美处 是他的一个视语心 他的视语心就起源时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